好 各位 我們現在在往這裏陪奔馳的路上 今天就是期待已久終於要回台灣這一次 但是呢 如果你夠了解我就知道 我是不會輕易地放過日本的 所以我們這次回程的路上 一樣會中停日本 加上我表姐常年在東京工作 然後好像還沒有在我頻道出現過 那就是東京路一隻土建 土建裡面的女子本人 她是因為日本是跨年的年假嘛 她就會跟我一起搭我的後端飛機 從東京回台北 所以我們的計劃呢 就是從紐約到東京停留24小時 跟姐姐在東京HAPPY HAPPY完之後再一起兩個人回台灣 那我們就一起看下去 接下來這一天會發生什麼事吧 我確認完了 因為我在日韓或是One World關於瑜伽什麼都不是我沒有任何的會員 整個旅遊已經比較復蘇嘛 就有比較長的隊伍 所以我剛剛排了一下隊 等了一些時間 但還好還是蠻快的 我剛剛問她的問題就是說 欸 我有兩個行李 但是我可不可以帶一個拖運進東京就好 另外一個掛到台北 他們跟我說沒辦法 你的轉機時間超過24小時 所以他們本來就是不允許 你的行李直接掛到台北 所以我到東京就是兩個行李都要拿出來 好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過安檢 進去找個貴賓室 坐下來休息一下吃個午餐 現在蠻餓的 Let's go 要登機了 要回到不一定要戴口罩的世界 我現在已經很不習慣戴口罩了 所以每次一戴上去我就覺得 好悶喔 謝謝 謝謝 上來了 但我這次旁邊有人 所以比較沒有那麼好運 我們這次搭的一樣 這是日航的777381號 之前兩個影片都已經拍過了 這是很多秀的景氣場 那我們就一起去東京吧 是一個早上的一天 是一個早上的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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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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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